另外,佐伯乡星办公大楼批建案赤字1.7亿元工程经费 2021年动工后,主题建筑已经在上个月就已经完工 工程进度是超前 而乡公所现阶段也正赶办使用执照的申办中 而至于内部设施设备的建制经费 目前虽然尚无着落 但乡公所有信心,要赶在今年暑假落成进驻服务 2021年,客服万难,佐伯乡公所新办公厅 设在同年1月份正式动工批建 现在不仅四层楼高的主体建筑物体早已完成 周边植栽绿美化,交通动线,停车场设施等都已完备就绪 工程进度之外,也备受乡亲民众的肯定 更期盼新大楼能尽快落成启用 在上个礼拜25号的时候结构的部分已经完成竣工了 我们希望说这个在避开一个台风期间 把这个工程赶快做好 那现在目前在陆陆续续在办理像消防的 还有一些管线的那个电信管线的一个审查 如果说顺利的话,我们的计划目标 希望在6月以后就要开始启动我们的办签的计划 当初预计要花一年五个月的工期 在施工团队努力推动下 不仅整个主体建筑提前三四个月完成 目前也进入建筑无大管线的审查工作 一例接续使用执照的申办取得 乡公所马不停提立拼今年暑假 就能落成正式进驻为乡亲民众服务 那实际上它目前已经大概办是所有的外部的结构 或里面的基础设施都具备了 那现在比较欠缺的是一些内部的办公设备 那我们初期是可以打到一个 可以接下民众洽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以后 我们就开始就先搬迁到那边 那后续的会陆陆续续再把它扩充来去加强 就是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我们办公的一个场域 赤资1.7亿元工程经费建造的 主席乡公所新办公大楼占地约7200平方公尺 楼地板面积约4413平方公尺 主体建筑已在上个月竣工 至于内部软体设施设备盖估将近2000多万元的经费 秘书林万金指出 又有地方裁员有限 目前也正积极向中央等上级相关单位来争取益助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